如果我说我们用之前的做法 静态的方式的话 会先需要做什么 需要在下方再增加几个 比如说我们这1,2,3,4 再来这边多一个2 为什么是2 因为相片欣赏那个就第一张了 就是你一进来 假如你一进来相片欣赏 这就第一张了 那里面的那个图 请各位自己再找一下 应该是从这里面去找 应该是这个吧 1,2,3,4 那第一张 所以相片欣赏的这个地方 已经是第一张了 所以它已经是01了 那下面一张的话 那就是02 所以下一张这个连结 就是去连结02 那02的话 就是再做一个页面给02 然后再按下一个 那就是03 再下一个就04 那再下一个又回到什么 回到这个 上一个就是再回到最后一张 所以总共四张循环 那这个部分 第一个做法是做静态的 这个没有写任何程式 OK 那怎么 应该知道那个逻辑吧 所以我怎么做的呢 我就是在下方 我就是在下方 有没有 这个的下方 再插入三个页面就好了 三个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第一个页面已经有了 就是原来的那个什么 相片这个 就是实际上就是 相片欣赏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已经是第一张了 那再来就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OK 所以 只需要再插入三个页面 那这三个页面里面呢 放的连结 分别是 这一个 我名称曲叫做 page 二之二 对 那里面的话 再放一张图 所以你就把这一张图 拖拉过来 调整一下 就OK了 那一此类推 后面的话就是page 再插入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 你当然也不一定说 要重新再插入一个page 你可以把这个page 选起来 贴上 改一下这个 然后 那个 来源的那个图档 你可以把这个图档 改一下 本来是2 改成3 宽度大概320 高度大概 360 359 差不多 OK 那再来就是4 那 接下来 我们如果要做静态的话 基本上呢 还需要做一个什么 相片欣赏 这个东西 OK 那我会需要什么 有 一个是 back 一个是nets 有两个按钮 这个上个礼拜做过 应该还有印象吧 第一个的话 我需要放在哪里呢 那当然其实 你只要做一个啦 其他的用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放在哪里 先放在相片欣赏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的做法是这样 一 先找到那个 相片欣赏这一页 所以往下卷 相片欣赏 二的话呢 在这边 做一个back跟nets 这个其实就上个礼拜是 home跟 好像那个什么 一些一个home跟一个nets 对吧 那我做法上是这样 我重做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它预设是 这个都拿掉了 它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没有这些东西吧 所以是在相片欣赏 这个地方 预设是没有back跟nets 那我是先打一个back 有没有 然后做什么呢 选其他 然后再来什么 这个地方 先给它一个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呢 连结到page back的话应该是 2底线 多少 4 4张 我是page 2 然后page 2-2 再2-3 如果你的逻辑不一样的话 就1 2 3也可以 反正我的逻辑是到第4张 OK Enter一下 第一个 这边做一个超连结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这边 一样那个 我们的JQuery MOVA 这边 做什么呢 一样的游标放这边 或者选举它 我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边应该是 再来做什么 data 再来做 icon icon icon是把它改成 就是 回前面嘛 那就 应该是 laps 所以这个 然后 不要有字 所以把它改成什么 no test 对不对 这个 好 还有什么 应该好像这两个吧 然后 OK 好 这两个 好像设定完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 还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把 这个东西的 头 把它搬到什么 搬回去这边 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变成 那个 就是h1 就是那个什么 这个应该叫做 底下的这个 就是标题一 记得就把它搬回去 然后放在下面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刚刚做的动作 基本上就两个 一个是 icon icon 跟那个icon pose 是no test 基本上这样就做一个了 那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再把这个范围 复制一下 其实我记得好像在把它贴上吧 贴上之后的话 把这边改成 下一页就是二支二 二底线二 然后呢 这边改成 l4 那个向左 那这边改成r right 其他这边再把它改成back跟ness 这边改成ness 因为其实两个是一样 再点这边一下 就一个 两个 其他都一样 所以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 这个也是一样 看一下这个应该 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一样是 放在那个标题的后面 有个超连结 连结到page 这个是proceed 还差一个 data row 记得改成button 我刚刚漏一个动作 所以三个 一个是那个 那个icon 然后一个是 这个在这边 一个是 icon是向左 一个是位置是没有test 然后最后记得 再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data row 改一个button 三个动作 插一个就会出不来 这边也是一样 把data row改成button 三个东西 所以两个 你可以检查一下 一定会有这三个 先把它改成button 然后icon 再一个没有文字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及时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相片欣赏 就会多出这个跟这个 下一页 没问题 上一页 颜色怎么改 一样嘛 把那个什么 data theme 改成黄色的 那就是什么 1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有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总共 刚刚的重点 记得就是说 请在下方增加 2 3 4 这四个 这三个 然后呢 再先回到 我们的相片欣赏 做这两个东西 记得位置 请各位就是 也许你先打在这里 因为它的位置是在那个 H1的 H1的里面 那所以记得 把这个H1的搬回去 因为它到时候会 帮你把它格式化成 那个标题 放在外面 放在这个H1的 外面就对了 还有一个back 三件事 一个是 icon 跟pose 还有它的data row 其他都OK了 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做完当然 你在这一段程式码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 贴到底下 或者是你可以 这个这样子 选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这样选 好像没有办法选完整 我是建议你 从这边选 到这边 这一段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底下的02 的这个地方 03 那这个位置 你们稍微记一下 因为 这个如果做错也是一样 效果会出不来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刚刚的动作呢 是属于静态的 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自己产生 除了一以外的另外三个相片 就会有问题了 如果你的图一堆的话 可能超过十张 我想你就会有点想要用别的方法 对不对 因为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那不是好方法 因为你程式会 你的那个里面的页面会一大堆 那最好是怎么样 把它变成动态的 那什么叫动态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知道 你要在哪边显示 再来就动态的把那张图放进来 什么时候放呢 当它按下一页 就往下 上一页就往上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